貨車到車準備送貨往輪胎看 只要再往旁一個30公分 整台貨車就會翻到一公尺寬的水溝裡面 這條巷弄就會在台中潭子安和路27巷內 兩公尺寬的巷道只容得下一部車 遇到天候不佳或是雙向會車 就會發生車輛翻入的意外 光是上個月就發生了三起 有了駕駛怕跌落水溝 於是往內側靠近卻容易卡到轉角的圍牆 導致在車身留下八橫讓荷包損失慘重 因為這問題已經有十年多了 地方民眾受不了 於是早上立委楊瓊英曾情 由立委召集相關單位前來會堪 並立即以安妮對策 我們就是大概有180米左右 我們要把溝來做整治而且看廣 途中我們有三支電線桿 會全部移刷到道路的旁邊 不在路的中間 因為這條溝灌溉功能不大 所以溝通討論後 水利會決定同意讓建設局 將水溝加蓋拖寬道路 經費約200多萬 預計兩個月後完工 來撤離解決這項地方困擾 記得禮建台中採訪到 對決定為設計畫貼 對決定為設計畫台中採訪 然後還是去向大工 然後採訪在升 打平均 entonces 大家好